大家好,2021年的10月19号礼拜二,现在是上午的1113啊,11点13分 这个刚吃完早饭,来了一碗炸酱面啊 炸酱面的酱是这个鸡肉丁的啊,我不太吃猪肉啊 鸡肉丁的酱,然后呢又往里搁了点辣酱啊 啊,这个辣椒酱的这个肉丁是牛肉丁的啊 然后再放点菜马,还往里搁了点西班牙本土 产的这个醋啊,这个吃醋啊 中国人哈,这个汉语的语境里说吃醋啊 有这么个词啊 嗯,现在得这两天这个粉丝们哈 我给大家做个一报个全啊 感谢大家,得有30多条这个粉丝的那个电子邮件啊 我都念不完了啊 昨天晚上有一哥们啊,给我来了一封信 应该是一哥们啊,一个男性啊 他说你好,侃爷,跟你聊聊天 侃爷,我们是在欧洲某国啊 打拼的朋友啊,差不多也有快40岁了啊 来了时间不长,也就两三年啊 因为自己的学历和英语还行 那么就在一个物流公司上班了啊 学历和英语还行,是吧 你这不是拉仇恨的吗,是吧 哈哈,不存在啊 我是羡慕,认可啊 这个敬佩,赞同啊 对您这个学历啊 好好读书啊 我还是非常的推崇的啊 在当地的收入也就是一般般的水平啊 其实挣多少钱都无所谓 快乐,自在,是吧 不受约束,没有恐惧 这就挺好啊,对吧 很努力的在养活老婆孩子 哎,是吧 那您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啊 很努力的在养活老婆孩子 听到这种语言啊 这种描述我是非常的认可的啊 认可 我手上每天都往您那儿 指的是西班牙啊 发集装箱 比如马德里呀 瓦伦西亚呀 巴塞罗那呀 阿里坎特呀 还有意大利呀 德国呀 捷克呀 波兰呀 等等等等的欧盟国家啊 今天从布加勒斯特出差 才回来啊 布加勒斯特就罗马尼亚首都嘛 出差才回来 就想给您写封信 聊聊我的经历 我从小在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啊 军区大院里边长大啊 那您是这个军三代啊 军三代外公啊 他的外祖父啊 北方人叫老爷 外公是个不大不小的高干 就是我小时候 他还在位置上的时候 就是还没退役啊 还这个掌权的时候 有植物的时候啊 天天都有勤务兵啊 在家里边给我们洗衣做饭啊 周末我有福尔加坐去街上那种级别 福尔加那原来都是高干坐的车呀 是吧啊 比福尔加那个级别低一点的那个干部 一般来说是坐上海 上海就是仿着福尔加吧 是吧啊 那个父亲是农村出来被选到军校的啊 刚才说的他老爷 他父亲是农村出来被选到军校的 某国际关系学院后来分到情报部 他说这个某国际关系学院应该是南京 好像是啊 我要没记错 在南京郊区江宁县 现在叫江宁区 在南京的南边啊 离安徽比较近 那边有点那种不高的丘陵 那种矮山啊 江宁应该是在那儿 有个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啊 那都是培养情报的人才的嘛 就是军事情报人员啊 所以后来分到情报部啊 后来转业下海赚到点钱啊 情报部啊 不过还没到退休年龄就走 还是平时的烟酒 应酬太厉害 那我明白了 就是这位给我来信的这位先生的父亲 没到退休年龄 就是没到六十岁 可能五十多岁啊 因为可能也后来下海经商啊 做生意啊 有应酬 抽烟啊 喝酒啊 比较厉害 所以可能是突然间的脑出血呀 脑溢血呀 脑足中啊 或者是肺癌呀 肺的毛病啊 反正啊 有可能吧 所以这也比较可惜啊 母亲 母亲是在军企 就军队的企业 哪一年军企没了 我不记得了 改算事业编 事业编制 军企没有 改革大概有二十年左右啊 二十年前左右 或者十五年前 我记得啊 好像江泽民时期改的 那会还有军牌车啊 也改革了 不让那个军牌车上路了 因为军牌车 不是这个不交养路费吗 后来好像给他们打了个折啊 好像有一年 江泽民时期啊 现在六十多了 退休金说的过去啊 六十多了 退休金还说的过去 医疗也保障很全 所以目前不要我操心海啊 就是你到国外来打拼啊 这个带着老婆孩子出来 你老母亲 可能身体啊 退休费啊 医疗啊 还可以啊 我是在18岁的时候 被他们 指的是家里人啊 将近二十年前左右啊 二十年前左右 被他们送到澳洲留学 上了本科 也工作了一段时间 由于那个时候 后来正赶上08年的奥运会 赶到国家强大了 机会很多 所以呢 毅然决然的回国了 后来十年后 那就是08到18吧 十年后 我才慢慢发现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错误选择 回国错了啊 应该在澳洲 继续在澳洲扎根啊 先说说 我在国外上学吧 那时候 我是不折不扣的 在国外的粉红啊 国外的小粉红啊 和现在的这些年轻人 和他们没有任何区别 我毕竟是国内的基础教育出来的 我的家庭也基本上算体制内的 那当然了 您像您家有勤务兵伺候着 是吧 我觉得 您的这个外公应该起码是个将军啊 可能是军区的一个二级部的部长啊 甚至有可能是军区的参谋长 副参谋长 甚至有可能啊 什么司令副司令 政委副政委 反正是高层 是吧 然后您父亲 搞情报的啊 反正是我分析判断哈 您家是南方 因为您说外公吗 那有可能南京军区 武汉军区 福州军区 广州军区 成都军区 大概这几个军区 昆明军区 这六大军区的范围内啊 我们最厉害的一次 就是在北京奥运会前 每个州传递火炬的时候 每个州在澳大利亚 什么西澳洲啊 什么这个啊 新南威尔士州 是吧啊 维多利亚州啊 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啊 各个城市 普尔斯啊 这个什么墨尔本 堪培拉 悉尼 是吧 阿德莱德 是吧 应该是这个啊 全世界不都是搞火炬传递吗 其实那一次 呃 在全世界的火炬传递 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公关行动 就是一种软实力的展现 啊 发生冲突最大的是在法国 法国有这个这个藏毒啊 疆毒 有这个法轮功啊 有各种各样的人都出来了 法国是冲突比较厉害 澳洲可能也有 传递火炬啊 传到了澳洲首府 呃 堪培拉的时候 我们去参加了仪式 那时候是成千上万的观众 也包含法轮功啊 东突啊 藏毒啊 等其他一些所谓的反对派组织 在现场搞宣传活动 不不由分说 我们这些所谓的留学生组织 留学生组织啊 都是什么学生会啊 什么这一类的啊 在现场和他们打成一片 现场一度混乱失控 当地警察出动了很多警力 维持秩序啊 才勉强控制住了局面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现在一点也不恨 或者讨厌现在的小粉红 因为他们呃 要不就是 他们是更加的天真 幼稚无知的 和那时候18岁至25岁的我 一模一样的 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虽然读了那么多年的书 也受了西方的教育啊 但是完全都没有用啊 等人在墙内活到一定程度 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国外留学回国 在墙内活到一定程度啊 我理解是经历了很多事啊 各种的被打压啊 这个权益被剥夺啊 充分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 指的是中国大陆的社会里啊 充分的融入到这个社会里 等他们有一天 被这个制度使劲的 在地上摩擦过的时候 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懂了 不过我的看法 有的人一辈子也不懂 有的人就明白了 像您这样了啊 就能够醒悟啊 所以我回国整整十年后又走了 可能这一走再也不会回去了 夜深了 先聊这么多吧 谢谢您啊 这个夜里给我写 写这个电子邮件啊 过几天 我再发邮件给您说说我家的事 和我自己在国内做生意 生存的啊 生存 他用的生存这个词 就很不容易啊 的经历 啊 我的信啊 我的电子邮件的内容 啊 您啊 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是同意的 谢谢这位朋友啊 说的非常好 这个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啊 这个活的明白一点啊 这个醒悟的早一点 谢谢